周丽波早在11月初的时候,就结束了自己的卡内金演出,关于他何时回国的事情,周丽波本人并没有回应。 但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周丽波和泰塔在国外的生活过得非常开心,而且是非常的豪华,完全可以用超豪华的富人生活来形容周丽波当下的状态。 12月23号开始,周丽波就不停地放出自己和泰塔在美国旅游的日常生活,不用为自己的演出做准备,更不用为了生活而考虑。 周丽波放出了自己最新的生活方式,那就是跟着泰塔一起到处游玩。 而且这一次的泰塔因为开心,而直接晒出了自己朋友的西班牙风格豪华庭院。 周丽波晒国外超豪华庭院,西班牙吐槽风格,去网友们在线估算,这一座单独的豪宅,价值至少是好几个亿。 到底有没有超豪华十亿元,当下不清楚,不过从周丽波分享出来的图片与视频来讲,达到了顶级的生活奢华状态。 在豪华的房子里面,周丽波举着手机不停地向大家打招呼,并且声称这是朋友们的房子。 而且声称这是一座让人想不到奢华的房子,大家羡慕吧? 镜头之中的周丽波似乎长胖了不少,与以前她在公众媒体面前的样子差了不少。 看样子在国外生活的她和太太生活很幸福,院子里的花花草草都被拍了下来,后面的院子里非常的豪华,看样子就知道,这不是一般妇人能享受得起的。 单独的沙发,阳光照着的样子超舒服,而且飞越看一点,就是大海了,这是属于海边的独栋豪华房子。 周丽波形容这里的气温是22度,但房子里一点也不冷,原因就是这一家人烧上了火炉,这样子就显得非常的牛气。 而且,这火炉烧起来,空调完全与她比不得,整个家里的装修也是超豪华的。 这一切都是周丽波在告诉大家,自己就算是不再回到娱乐圈,人就还是又属于她国外的好生,活在等待着她。 而回到问题的本身,其实当下周丽波不选择回到舞台,那关于她的CD事件,就不会对她产生任何的影响。 关于周丽波事业的问题,大家看到了她当下这一样子的一个豪华状态,还有什么好替她担心的呢? 但当下也有一个问题,那就是跟周丽波和唐爽之间的战争,仍旧还是没有结束,这对于她的未来,会不会受影响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